两天嘛 客人就会咨询我们这边是否能接受预定 然后我们也是跟客人去耐心解答 然后航食目前的量的话 就是工作日的话可能是在一半左右 然后像几二日的话可能还会再多一点 两天嘛 客人就会咨询我们这边是否能接受预定 然后我们也是跟客人去耐心解答 然后航食目前的量的话 就是工作日的话可能是在一半左右 然后像几二日的话可能还会再多一点 好,那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语速比较快 要是你能听懂这样语速的中文 听其他任何中文 应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好,让我们开始学习 来习惯听这样的语速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每一句话 两天嘛 客人就会咨询我们这边是否能接受预定 前两天吧 客人就会咨询我们这边是否能接受预定 前两天吧 客人就会咨询我们这边是否能接受预定 好,那你听出来这里的词是什么了吗? 前两天吧,客人就会咨询我们这边是否能接受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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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否,是否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是否,是否 朋友问我,下午是否有时间跟他一起去买衣服 朋友问我,下午是否有时间跟他一起去买衣服 好,那是否有时间,就是有时间还是没有时间 好,朋友问我,下午是否有时间跟他一起去买衣服 前两天吧,客人就会咨询我们这边是否能接受预定 好,是否能,就是能还是不能 好,那咨询就是问的意思 好,问我们这边是否能接受预定 上天吧,客人就会咨询我们这边是否能接受预定 然后我们也是跟客人去耐心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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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你听出来这里是什么词了吗 然后我们也是跟客人去耐心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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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耐心 耐心 耐心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耐心 耐心 他总是耐心地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他总是耐心地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然后我们也是跟客人去耐心解答 好,那解答就是去回答问题 解答 然后我们也是跟客人去耐心解答 然后唐食目前的量的话 就是工作日的话可能是在一半左右 唐食目前的量的话 就是工作日的话 可能是在一半左右 唐食目前的量的话 就是工作日的话可能是在一半左右 唐食目前的量的话 就是工作日的话 可能是在一半左右 好,那你听出来这里是什么词了吗 唐食目前的量的话 就是工作日的话 可能是在一半左右 唐食目前的量的话 就是工作日的话 可能是在一半左右 唐食目前的量的话 就是工作日的话 可能是在一半左右 好,那唐食就是在饭店里吃饭 不是买回去到家里去吃 好,那在饭店吃就是唐食 好,唐食目前的量的话 量就是数量的意思 在这里呢 就是来饭店里吃饭的人数 就是唐食目前的量 就是工作日的话 工作日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就是工作日 工作日的话可能是在一半左右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左右 左右 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左右 左右 他用三天左右的时间 把这本书看完了 他用三天左右的时间 把这本书看完了 好,那三天左右 就是大约三天 唐食目前的量的话 就是工作日的话 可能是在一半左右 唐食目前的量的话 就是工作日的话 可能是在一半左右 然后像节假日的话 可能还会再多一点 然后像节假日的话 可能还会再多一点 好,那你听出来 这里是什么词了吗 然后像节假日的话 可能还会再多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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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还会再多一点 然后像节假日的话 可能还会再多一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节假日 节假日 节就是节日 假就是假期 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然后像节假日 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声词 是否 是否 客人会咨询我们 是否接受预定 客人会咨询我们 是否接受预定 耐心 耐心 我们也是耐心解答 我们也是耐心解答 左右 左右 工作日的话 客人会有一半左右 工作日的话 客人会有一半左右 好,那我们是否接受预认识 好,那我们现在来读一遍 好,那这里呢 是句子的重音 前两天 前两天吧 客人就会咨询我们这边 是否能接受预定 然后 然后 我们也是跟客人去耐心解答 读一遍 唐识 目前的量的话 就是工作日的话 可能是在一半左右 然后像节假日的话 可能还会再多一点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希望你听懂了这段新闻 也希望你练习 跟他说的语速一样 尽量习惯去听这种语速的中文 好,那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好,那我们下次见 再见